大家好,我是小凯 今天这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实战项目 这个项目呢,是球员的各方面的一个能力的一个雷达图 作为一个伪球迷啊,我是很想做这么这样一节课程 就专门讲怎么去绘制这样一个图形 然后显示每一个球员他各方面的能力 比如说在这个图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梅西 梅西他的能力呢,有盘带,防守,进攻,射速,停力,速度 当然这个这些值都都是我随机生成的啊 为了避免争论,这是我随机生成的一个值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怎么样去画这样一个图形 首先呢,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图形啊 设成gplot的样式好看一点 好,然后呢,他有四个子图 那我们就生成对应的四个子图 axe等于plt.subplot 然后他是二行二列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子图 然后它是一个极座标的图 所以说projection等于polar 好,我们把这个复制四个 这个是第二个,这个是第三个,这个是第四个 然后我们先呢,画第一个图 因为只要第一个图画出来呢 后面三个图都是同样的方式 我们只要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我们先画第一个图 第一个图的话,首先他有六种能力 有六种能力的话呢 我就先生成一个能力的 能力的一个标签 六种能力的一个标签叫做ability ability label ability label 然后呢 等于 进攻 防守 盘带 速度 速度 体力 射数 好,我们先生成一个 ability label 然后ability size.6 就是它的ability的size.6 好,然后 我们要现在要生成这六种能力的一个数值 一个数值 那我们就用那个随机 用随机函数来生成 因为我们我也不想作为一个平价球员的形象存在 所以我们就生成随机的 值 然后我们同时呢把四个球员的这个值了都生成一遍 player 等于 我用一个字典的结构 我用一个字典的结构 首先是没锡的 我用随机的方式啊 Size 它这个数字Size呢 就的ability Size 然后最低值呢 我给它一个限制 这再差也不能差过60 而最高值呢 不高过99 这是没锡 同样的复制 而第二个是哈维 第三个是皮克 第四个是七赫 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四个能力值都生成了 然后 我们现在要画这个图的话就必须要有 因为它是极坐标 所以我的很很坐标 x坐标 它是一个角度 所以我们要生成它的角度值 这个角度值呢 大家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只要生成一个就可以了 Seta 等于 首先它是从0开始 然后到2π 然后平均分为6份 好 但这不够 为什么不够 因为我们在画这样一个6个边的一个图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用到了7个Seta 因为最后一个它是重合的 这样的话它才能够闭合 才能够闭合 所以说我必须得给它加上一个Seta 然后Seta 然后Seta就等于 NP点Append 我们在后面加上一个 加上这个了 刚好就是它 它的首 它的第一个值 就是首尾相接 就是首 第一个值和最后一个值是一样的 好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Seta 当然 它的这个Y值呢 也要对应的这个Seta 也就是它的能力值呢 其实也应该是有7个 所以说我们也把它拼接一下 那么就是叫做 比如说我们就叫做 Player 点M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生成的 在这里生成的一个能力值 一个六维数组 PlayerM PlayerM等于NP点Append Append 也是首尾相接 好 这个是我们生成的 它的六个能力值的数值 现在把它变为了7个 首尾相接的数值 我们先运行一下 看一下 不对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T 先生成一下 看看 好 我们现在是有一个基本的构图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具体的值 Player 看一下Player 我们可以看到Player里面呢 它这个梅西对应的它的能力值呢 是有7个数值 然后第一个数值呢 跟最后一个数值是相等的 也就是一个首尾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效果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SATA 然后我们发现SATA呢 它也是有7个值 然后第一个值呢 和最后一个值都是相等的 也是形成了一个数位相接的闭环效果 好 现在我们要准备的数据呢 也都准备完了 现在我们现在开始绘制梅西这个图 很简单啊 首先直接Plot 这个大家都知道 SATA Player 梅西 它就等于RED 因为这个梅西它是红色的 我们再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就绘制了一个首尾相接的这样一个图 但是还不够 我们中间呢 必须得有一个填充的效果 所以说这里呢 我还再加上一个填充的语句 填充语句 我们之前也学过了 Fill 一起SATA 颜色也是红色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好 我们发现这个红色太深了 这里面是有透明度的 所以说我们要给它一个 透明度 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 这里看起来就有点像样子了 好 然后呢 我们要去 把它的 这个 角度呢 标注成为它的一个 Nabel 一个Nabel 要把这个标注成一个Nabel呢 首先有一点就是先要把它的 我们先看这个图啊 我们先要把这个它的TX给去掉 也就是这个45度啊 凝度啊315度啊 这些东西先得给它把它把它去掉 而且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发现我们这个角度啊 就是这个点 我们每一个顶点 它 并没有跟这个角度对应上 因为它默认的是把它进行一个八等分 但是我们实际上因为只有六个维度 所以我们现在是六等分 这样的话 我们必须得把它给定义成一个六等分的一个 这样一个一个TX 好 我们现在要做这个事情 Set xTX 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那我们就要把它分为一个六等分 就是刚好是按照我们的SATA来分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看这个不对 Set xTX 哦 这应该是括号 好 然后 我们现在发现这个看起来像是这么一回事 看起来像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这个每一个顶点呢 刚好就是对应了我们现在每一个标志出来的一个角度 但是还不够 然后我们必须得把它换成 数字 把它换成一个我们汉字的一个一个 一个Label 然后现在要 Set label Set label 就是Set xTX Labels Set xTX Labels 不是很确定啊 我们看一下官网的文档 Set Set DressOver x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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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els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个 这个labels就是我们之前写的abilitylabel 然后我们现在再运行一下 我们看到它这里写的是什么unicode decode error ask code count decode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它说我们这里的code 是ask code 但是其实我们需要的是unicode decode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汉字 汉字的话都是用unicode decoder